80岁老太太第一次进赌场 上来就将全部身家换成筹码 看着众人都在下注 也学着拿出一枚筹码 想也不想直接压到8号 随着性感荷官启动转盘 小球叮铃匡郎地滚动起来 最后稳稳地停在了8号位上 老太太中奖了 看着原本不多的筹码瞬间翻倍 她决定乘胜追击勇往直前再次下注 没想到的是她居然又中了 看着手边疯涨的筹码 老太太决定要玩就玩大的 直接推出所有筹码缩哈 小球在转盘飞速运转 老太太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还没一会儿小球停止转动 她又一次稳稳地停在8号位 吃瓜群众都被老太太的逆天欧气震惊 自发鼓掌半小时 接下来老太太转变赌场 无论是头子还是排酒 也不管自己懂不懂规则 上来就直接压巴筹码缩哈 凭着这份欧气转的是盆满钵满 这也引起了赌场老板的注意 将她请到VIP包厢 里面都是安排的托 打算让她把钱吐出来 可在绝对运气面前 所有手段都够不成威胁 老太太甚至还有空 用眼神调戏隔壁老头 打算来得财色双收 为了彰显自己的气魄 老太太又一次选择了缩哈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何关揭开排面 老太太竟然输了 百万富翁体验卡就此到期 她有些不甘心地起身 望着刚刚迎来的钱落入别人口袋 老太太敢这么赌 还要感谢她刚死没几天的老公 神婆说她天生才神秘 只是老公克她财运才贫困至今 但现在问题已然解决 她还即将迎来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农历八月初八也就是今天 让她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老太太原本有些不幸 可就在她银行取钱时 大唐经理说今天是 银行成立八周年纪念日 而她是进入银行的第八位客人 要免费送她八袋大米庆祝好运 老太太一看着神婆说的还真准 便取出自己所有身家 坐上88路公交车 来到赌场大厦四方 可惜天不遂人愿大妈还是输个金光 她坐上回去的公交准备找神婆算账 就在这时她身旁的老头 闭着眼睛倒在她肩上 老太太本来输了钱就烦 还有死男人一直靠过来更是烦上家烦 老太太把她推回去 却发现她的脸色有些不对 她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是叹鼻息 瞬间吓了一大跳 怎么这死男人真的是死的呀 老太太想叫司机来处理 可这时遇到个急转弯 一个包裹就正好掉在她身上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竟然装着上百万的现金 她依稀记得这好像就是老头的包 老头脖子上的纹身 透露出这笔钱的来路 她看了看老头又看了看钱纠结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把这个包带回了家 仔细一数才知道包里足足有五百万美金 第二天开始老太太就像变了个人般 开启了野性消费模式 什么龙虾海参鲍鱼批发买 什么猫山王榴莲城乡买 总之所有见过的没见过的 老太太绝不砍价统统拿下 可还没等她花得尽兴 两个黑帮小混混就上门来 他们自称是斧头帮的手下 让老太太把钱全部交出来 钱还没午热怎么可能交出去 她一顿装傻充愣坚决否认自己拿了钱 两个小混混渐软的步行就要来硬的 上来就要搜老太太的身 老太太没办法只能使出绝招 我认识你阿姨的 果然人不管多大年纪都怕被告家长 两个小混混立刻认怂匆匆离开 但他们也是小瞧了老太太的智商 她立刻找到另一个帮派的街头人 对上暗号后跟着她穿过走廊走进密室 帮派老大问她有何贵干 老太太表示自己想雇一个保镖 老大还以为她老年痴呆饭了再开玩笑 没想到她说自己被斧头帮的人盯上 必须要一个保镖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老大一听就来尽了表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看在我们都是同一朋友的份上 一个保镖收八千美金不过分吧 老太太这辈子还没买过这么贵的东西 当即就发挥出砍价超能力 指着角落里的猛男喊价五千 这下轮到老大不乐意了 这猛男可是帮派里的得力打手少说也要五万 老太太听出来她这是想给自己一个低劣保镖 最后老太太以两千美金 雇用了呆头呆脑的大壮作为她的贴身保镖 两个小混混忌惮 大壮的体型不敢轻举妄动 可就在这天老太太在理发店烫头 大壮口喝出门买杯奶茶 没想到大壮刚一离开 小混混就进到理发店 抓起她的烫头机器 就对着老太太一顿恐吓 大壮回来刚好看到这一幕 小混混剑没得躲了 掏出匕首准备硬碰硬 戏狗小混混哪里是大壮的对手 大壮一手一个小混混 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跑出理发店 这天之后老太太变得更加依赖大壮 不允许大壮离开她半步 喝茶吃饭看电视都要粘在一起 甚至连洗澡都要大壮守在门外 可就是这要巧 这天在老太太洗澡时 大壮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因为信号不好 大壮只能跑到屋外接听 人接电话时当真是最没防备心 两个小混混趁机袭击大壮 然后前进了老太太家里 在客厅房间里一通乱翻 发出的声音生怕老太太听不见似的 老太太察觉到一动就躲在门后暗中观察 接着趁他们不注意来到厨房抄起平底锅 再敲咪咪地走到小混混身后 很快另一个小混混发现她的动静 这样体型差的两人也能扭打在一起 老太太拿起桌上的花露水 对着她的眼睛一顿刺 这也惹怒了小混混 她被逼得连连后退 千军一发之际大壮终于赶回来 也不知道是大壮力气太大 还是小混混身体太弱 她就这样死在了客厅里 老太太和大壮赶紧将尸体打包好 扔进垃圾桶里 之后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继续生活 老太太照常来到桑拿房汉征 这是一个女人坐到旁边 这位正是中粮帮的老大方姐 这些日子她调查清楚了一切 让老太太尽快交出不属于她的钱 以免惹到不能摆平的麻烦 老太太继续装傻充愣表示不知情 方姐算是个脾气好的 面对这样的虎脚蛮缠也不生气 还好心地给老太太送了杯茶 老太太喝了没多久就昏睡过去 等再醒来 是方姐要以不见踪影 她顾不得这么多换好衣服就想离开 却被一个镖形大汉拦住去路 老太太一听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找了个上厕所的借口离开 大汉怕她跑了紧随其后 跟进来却只看到一个裹着浴巾的白发老太 等大汉离开后老太太才从储物柜里钻出来 她以为自己安全了 可才出虎口诱入狼窝 转角遇到斧头帮的小混混 老太太迈着站都站不稳的腿拼命逃跑 经过餐厅时还不忘喝杯茶冷静一下 就在这时碰到了四处寻找她的大汉 斧头帮的人在后面穷追不舍 大汉让老太太躲进一间超市 自己则拉起枪和他们拼命 几声枪响后老太太走出来 看到的只有倒在地上的双方人马 突然她感到一阵巨痛 低头一看原来是自己被误伤 老太太赶紧回到家里正想喘口气 却发现天花板上吊着一张纸 原来是斧头帮见她这样固执不化 直接绑架了她的孙子 要想孙子活命就拿钱来数 老太太瘫坐在地上 从米袋里拿出那五百万 准备去把孙子救回来 这时大壮回来了 看着满地的现金 立刻明白为什么 他们都要追杀老太太 大壮一把夺过钱要上交给方姐 老太太没有办法 只好装了一大包废纸钱去赎人 斧头帮的人也不是傻子 当即就要老太太打开包焰火 老太太的伪装被识破 斧头帮老大发现自己被耍了 恼羞成怒准备撕票 老太太害怕地跪在地上 只要能放过孙子 自己做牛做马都可以 老大问她八十岁了还能做牛马几年 就这时一颗子弹击中老大 煞时间枪声四起 方姐从硝烟中缓缓走出来 原来都是大壮通风报信的功劳 看着斧头帮被打得七零八落 老太太想趁乱救出孙子 还没等她走两步就被子弹意外击中 孙子咬开束缚她的手冲向老太太 大壮也匆匆赶来不顾枪林弹影 把老太太和孙子都带到了安全地区 老太太幸运地活了下来 再次回归到平静的生活中 因为这次意外也让固执的老太太明白 钱财都是些身外之物 有家人陪伴关心才是真正的财富 她听从儿子的意见 从唐人街搬到了闹市区 看着房间里的佛头冲着床位 指责儿子不懂风水冲撞神佛 儿子听着她的骂声作响 两人一起抽了支烟 彼时的不快乐就此烟消云散